在上海这个城市 国风音乐能量程度比较高 开放性文化多元性都很强 上海这座城市很神奇 现代色彩 现代气息 都会让我们感受到 生生不息的这样一种感觉 公商管理这个团队成立于2021年的9月 是以95后为主体的一个 这一世代的年轻的国风音乐团队 大本营在上海 这个城市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它把好多性格不同的人 它汇聚到了一起 它又把这些人汇聚到了我的身边 我来上海十番鸟 希望在上海扎根下能站得更稳 努力地去拼搏 让更多人的喜欢上 民族的音乐 这个城市已经变成我第二个家了 街舞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跟古琴完全不搭接 我就想到反识到二星之地 看看能不能有点突破 从多伦多到上海 感觉到上海的拍放性文化多元性都很强 决定在上海从事古琴这个行业 我属于那种想到一件事情我就要去做 挺喜欢这种带有挑战的 然后我去打败这个挑战 在上海是有很多学音乐的 都是国内的名校 来到音乐学院之后 发现每个人好像都有个特长 还都挺强的 竞争还蛮激烈的 我印象很深 演艺的时候那次比赛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主题邀请赛 参加的那些人都是我们师盟的那些高手们 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很强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要再疯狂地 再加时间再继续剁脸 我才有可能超过他们 干嘛 他说要不 Tik的 他说要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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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不好 他说要不需要 这一件事 上海的包容性、兼容性都非常強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會讓生長在這裡的孩子們 感受到深深不息的這樣一種感覺 對啦 我希望在上海創辦一個古真學校 有點這個份兒了 看著我的孩子們敢在古真上表達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 那個時刻我特別開心 舞台對我來說 它就是我用來傳遞音樂 我就是希望明月遍地開花 我就是希望明月遍地開花 自己從一個學生的身份開始蛻變 變成一個這個文化的傳播者 哪怕我只是很小的一個 國風音樂在上海同大程度比較高 想要被大眾更熟知 需要去不斷地創新 這時代我覺得可以是激情熱烈和多元 當你手放到琴弦上開始彈的時候 我只是感受到了純粹的快樂 純粹的喜歡 就是隨著你自己的心之所向去做一件事情吧 每一個曲子的結束 每一個音符的終止 觀眾抱以最熱烈的掌聲的時候 對於我們來說 對於我們來說 是最高光的時刻 通過上海這個國際化的都市 讓我們的國風音樂也好 民樂也好 把它帶入到一個新的世界去 也好 如果我會不願意 你會不會再去 這個熱烈的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在那邊 我們就去看 我們就在那裡 有個時刻 我們就在那邊 我們就去看